那台南呢 目前是这个第四选区 五党街李全教 和民进党的林一锦 但是李全教 其实刚刚这个 亮哥有特别提到 基层实力 非常非常的强 很有的拼 那基层那个里长 就一面倒倒挺过来 我之前听吴家董事长这样讲 那可是我也要请教家政议员 那林一锦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即便说他这一次 对他来讲是苦战 但是他有全党的资源 整个就这样溢柱下去 小三事件的冲击 会冲击到吗 这个是我们寄厚望于台南相亲的 民进党的桃花事件 男生不代言 女生呢 其实民间我们也已经知道 很多年了 就是说这个碧露镜 我们台南一般相亲 都这样称呼这个美女立委 他的小三事件 这一次爆出来的并不是第一件 那包括他自己的弟弟在台南的嚣张跋扈 我们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 讲了不止一次 包括他如何的恶行恶状 帮他弟弟 帮他自己的小三 硬要强瞧人士 然后被拒绝以后呢 怎么样痛骂 这个环保局局长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 所以自从林一锦当上立委以后 他们吃香喝辣的这个嚣张跋扈的事迹呢 台南永康大概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这一次呢 我们李全教议长 了落去啊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把林一锦这个小三案子 跟这么多年以来 他如何的对不起台南相亲的 包括高端 包括莱猪 莱牛这些事情呢 用一个文宣展示的清清楚楚 那我们当然非常盼望 能够这个李全教议长继续能够回到立法院 替台南人服务 替台湾人服务 但是呢 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也是新潮流赖清德的爱将 台南是新潮流非常清楚的两个公主以及太子 一个当然就是林俊宪 另外一个就是林一锦 那这个林一锦呢 这一次面临李全教强势挑战 我个人是非常看好全教议长 因为就像我们大家 大家都清楚全教议长经营基层已经是根深蒂固 非常多年 并没有因为他受了民党的抹黑 他就对基层的经营不再加以照顾 所以这一次呢 在他每一次的造势活动里面 看到了地方人士 里长 大家都非常开心的站出来力挺李全教 那我这边不得不讲一个就是说这次尤其我们台南也有不少里长因为所谓的反渗透法去了一趟中国大陆 回来以后就被这个征讯啊甚至要收押招保什么的 尤其碰到一些甚至绿军的里长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说没问题台面上可能我们就不站出来了 但是私底下呢已经把当今的民党政府当作是过去这个国民党所谓的警种时代的这么样子的独作妄为了 所以我认为台南民进党长期认为是他的禁联是他的囊中物绝地三尺出绿枝 可是这一次在整个风向都已经有所改变了 譬如说所谓的这个什么飞弹跟卫星 这民进党的英文他们一口一声说要做双语嘛对不对 这个搞得全世界都对我们台湾这个状况觉得很奇特 在这种情形之下即便是台南大家只是敢怒不敢言 大家对于民进党的执政敢怒不敢言 我们不得不拿出来讲说上一次选市长的时候 我个人碰到黄伟哲的时候黄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觉得他的选情稳到不行 因为所有的相关讯息都是民进党会赢上一次20%左右 20%可是到后来出现的数据是让他们真的是脸要滤掉 2022年嘛那一次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前年选县市长的时候 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当没有任何民调我们需要拿出来说的 而说这个人心感慨很多在改变 我还是对于台南能够翻转至少一席到两席立委 甚至整个赖清德的选票都会大幅的降低 如果你要拿2020年的时候蔡英文的选票做一个参考数据的话 我认为不可能再像2020年那样 这个我补充我就是要问就是赖清德 毕竟这是他的本命区 他想要在本命区拿超过六成有可能吗 这一次那来看到那调出来这个资料 尤其波及皇民会爬书 就是他说算出来说赖清德如果能够拿到蔡英文 2012年609万票得票率是67.38 胜选就几乎成为囊中物 如果以七成投票率计算 609万票得票率是44.6%堪称三角都对战的安全得票率 换句话说现在赖清德得票 人要守住600万的蔡英文防线 直回过头来因为台南赖清德的本命区 可是刚刚议员是说这个风向不太对了 起风了 这个势头已经不在他们那边了 我要讲所谓势头不在他们那边 是因为台南人相对来讲是很厚道的一个区块 那乡亲投不投给他们 坦白讲我说心中自有一把尺 因为太多的讯息 让台南人这个绿军的铁板一块 我们自己走基层的时候就看到的 清清楚楚大家的敢怒不敢言 可是你投票的时候 你不需要害怕吧 难道天上还有个监视器监视着你吗 所以我们就像刚刚这个美女讲的 出来投票是关键 如果我们的投票率高的话 即便是台南他们认为 绝第三只都是绿枝西瓜都能当选 我非常有把握这一次的结果 不可能像上界一样 赖清德真的不要认为台南本命区 你家随便选随便拿 包括王八千 包括所谓的小三 毕露镜这些事件 台南人不难过吗 他们支持的 他们相挺的 在私德方面让大家瞠目结舌 其实不光是私德 我们知道八十八强也罢 这个所谓的郭再清的卢渣案也罢 还有陈志晓这么些日子以来 他的痛 我相信借着 譬如说我们中间的频道 很多相信都看到的 赖清德的傲慢 跋扈对台南人的追溯 15年房屋税 甚至包括麻豆 公武市场的暗示 坦白讲 我觉得大家都会用选票 制裁赖清德他们 制裁民进党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自喜身尔益生菌 待会els hu